所以这个费孝通 他的观点就是说 我们难弄的地方是 这个思这个问题 苏州一条公家的河 这个人在这边搓衣服 旁边那家人在刷马桶 在旁边一家人在逃米 怎么弄这事情 你也不能说 我在逃米 你还在刷马桶 他说怎么样 这河是你家的 你能逃米 我不能刷马桶 你就觉得自己没法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觉得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 费孝东当他提出插序格局的时候 他是给了中国研究一个概念 而我专门有一篇论文 我对这个概念做了很好的总结和归浪 我认为这个概念大体上 或者说大部分是反映了中国人的那种 结构中的这种生活的 但是这个概念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因为他回答不了 中国人怎么会为了几牺牲家呢 中国人再自私都自私不到 他为几牺牲家 中国人一走到家里面都是为了家牺牲器 中国人一生就是为了家牺牲器 他的理想 他的爱好 他的抱负 就因为父母的原因 兄弟的原因 老婆的原因 他放弃了太多太多 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人懒的地方 就为什么我们一要说私 他的功就出来了 一说功 他私又出来了 就找不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东西 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人清不清晰呢 我们就发现西方叫什么呢 费晓松给他起个名字 叫团体格局 西方这个社会 他不是像中国这样子 以己为中心 慢慢放大出来的社会 西方这个社会 是把费晓松仍然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假如你上山砍财 你砍了好多财以后 你怎么运下山呢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扎成一捆一捆的运下山 他说西方就是像这种砍财扎捆一样的格局 所以叫团体格局 团体格局是什么意思呢 团体格局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是一个个体的时候 西方认为我要加入一个团体 那么西方人士 你要加入吗 可以 填一下申请表 申请表上有很多关于你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和我们团体可以给予你的一些服务 对吧 我们今天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填完以后 好 你进来了 你也知道有什么事情你要做 反过来 你进来了 你也知道我们能为你提供什么 双方一签 清清楚楚 而这个个人根据他签的情况 他就知道了 我进来就是团体中的一员 我的一言一行 要符合这个团体的规定 但是我一旦出来了 那对不起 你团体就约束不了我 我可以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 所以西方人为此就分出了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上班和下班 中国人搞不清楚上班和下班 上班时候再下班 下班时候再上班 对吧 老婆经常抱怨他上班 生根抱怨他还忙什么忙 明天还有个会 我在家准备稿子 那你上班你干什么 上班我请同事喝茶去了 你到底搞什么吗 你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 他的家也是他办公室的一部分 他的办公室里面也单了一张床 有的时候他又不回家 他是很混乱的 对不对 西方人上班好 我就做全部上班的事 但对不起下班 谁也管不了我 我做下班的事 他很清晰 但是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个团体 我进来了 我过了一段时间 我受不了你这个团体了 怎么办 选择退出 对吧 你退出 这个团体就制约不了你 你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团体 那那个团体又有他自己的规范当成 他又叫你签 你签完以后 那么好 你符合我的 你又受不了 怎么办 那你可以走 所以你看 你每当跟新王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上班就是在上班 他下班了 你再想跟他谈什么 他说那明天上班再谈这个事 他度假就是度假 我在度假 你别烦我 但是我度完假了 你什么事 在我上班时候 你来找我 这叫清楚 中国人是度假也不让你安心 是你晚上睡觉也不让你安心 是你上个厕所也不安心 所以中国人的自从有了手机以后 你没有一分钟是安过心的 你永远在忙 因为你在一个差距格局里面 你同时是在若干个病情的团体里面 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西方人是进这里就不要管着你 把这个里面是做了 你出来再管别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东西方的时候 西方人是试图的区分 中国人是试图的融合 把老乡的朋友的家人的同事的 给他混在一起 西方人是试图的要说 我上班只做上班事 我下班做下班事 连大学就分得更加清楚了 以前我也想不通 我说这个职工领导要上班 我能理解他分得清楚 这个教授是不上班的 西方人有本事 把不上班的人能分得清楚吗 我们没有出去看 想不明白 一出去 还是西方人聪明 他们想了一个什么点子 让教授也能分清楚 我们中国的教授分给你三十一厅 或者你买个房子三十一厅 你要做些什么事 把一间房子变成书房 你不上班什么意思 就是在书房里面写东西看书 但是问题是麻烦来了 你这个书房是在家里面 老婆回家就不答应了 你在这里不烧饭 你说我在工作了 什么工作 你不就在家待了一天吗 还工作了 开始分不清了 你就不能看书时候去淘个米 非要等我回来淘 吵架就来了 所以中国人就是 中国的男人围裙一围 这个时候 捧个书 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吵 他就要一边一边 边看书边炒菜 边烧饭还要边做学问 他是搞不清的 外国人聪明 当然是模仿外国地方也可以 我到台湾 香港 包括别的国家 一看 这样搞 你家是你家 西方人给每一个教授配一个教授工作室 我们商学院已经有了 其他的学校 其他的院暂时还没有 教授工作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把你家书房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部搬到教授工作室来 所以你当你在家一想做学问的时候你想做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到办公室 东西全在办公室 就逼着你离开家到办公室 你在办公室做 那你就做学问 如果你说今天我要早点回去 我不做班 我可以走了 你一到家 你想做学问 没有东西做 结果西方人就是 进教授工作室 那就是全是可以学问有关 一离开教授工作室 在家里面想做做不成 陪伴老婆孩子 该看电视看电视 该说话说话 他还是分开来了 我们这边绑的是紧紧的 被老婆每天都要抱怨 你到底在干什么 生根半叶的 看书 看什么书 看到现在 你就觉得很难弄 你西方回家就不看书 到教授工作室就看书 他还是分 所以分与和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解释东西方的差异 分与和 团体格局是一种分的含义 中国人是一种和的含义 我们吃西餐是怎么吃的 你不懂分你就吃不了西餐 对不对 我们在一个桌子上 我们可以吃西餐 什么意思 个人吃个人的 这就要分 对吧 你喜欢吃 你要你的 我喜欢吃 我要我的 你不能用中文词呗 哎呦 你这个点的比我好吃吗 筷子就过来了 对不起 这是我点的 哎呦 你点的 我吃一个怎么不行啊 那我这个呢 你也可以吃嘛 这就是中国人 干干 那然后你这样一弄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把菜都倒到一起吧 这就是中国人 对不对 但是中国人呢 哎呦 中国人就是和 全部对在一起 吃啊吃啊吃啊 你吃你的好 吃啊吃啊 你不吃我也不吃啊 他就这么弄 所以中国人一吃饭 每个人都以他的膀子为半径 以筷子为半径的延长 可以分享到桌上的每一道菜 西方人一吃饭 头一低就吃你的饭 说话抬抬头 说完了 我低头说我算 中国人呢 你只要想吃 你就要抬头 一抬头看了对方 看对方 哎你吃你不是 我不吃 就弄弄 哎 西方人永远是自己才吃自己的 中国人呢 哎呦 光顾讲话 怎么不吃饭 干嘛你这样子什么意思啊 然后怎么办呢 你要不吃 我就动手了啊 你听不懂什么意思 动什么手啊 你能把我怎么样 担起碗 你都吃也得吃 这个你呢 必须吃掉 今天是啊 你的 这就是中国人 不吃也得吃 你能在西方这么搞吗 你还得了啊 那有的说 哎呦 中国人吃饭像打架一样 但他打架呢 弄两根小棍子打 非常文明 绕啊 绕 你绕我 我绕你 然后再继绕 对不对 你去那又有点 菜都能喝 口水喝喝也可以嘛 对不对 绕就是了 但是西方人表面上很文明 弄个东西 在这个地方 把东西摆好 但一摆了个东西 你吓坏了 这不是打架用的吗 刀子 包子 锯子 叉子 哇 也要贴 所以外国人吃饭 一般不谈判 谈不好 不吃 中国人 中国人什么都谈不成 一吃饭 弄个小 两个小棍子 悄悄弄弄弄 哎 这谈成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 不能干谈 要谈 吃饭 一吃 小棍子一绕 成 对不对 西方人吃饭就老老实实实 吃完再谈 别一谈 一刀下去 没了 你看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西方人是 你看 他 中国人要把所有的 餐桌上的工具 把它合为两根棍子 西方人就吃个东西 还要让它变得非常的复杂 对吧 一个是吃饭也要分 工具也要分 而且分得越细越好 所以什么叫专业工作人员 你家的什么洗衣机坏了 你家的什么电子餐厅坏了 你要是受过西方专业训练的人 他拎个东西来 到李家就把你吓一跳 一打开 他那个螺丝刀是一排 对吧 从大到小 修制营锁一打开 小班子 一招大 然后各种各样的口全部有 中国人都想 那烦都烦死了 你搞了干什么呢 对不对 就弄个活动里不就行了吗 活动的含义就跟筷子一样 什么东西不能解决 你尽管端上来 我没有两根棍子解决不了的 对不对 你干嘛一下刀放下来 一下扫子放下来 一下锯子放下来 一下包子放下来 多烦啊 我就两根永远不用放下来 那叫通吃 西方喜欢搞分类 搞科目 这就是生物学的基础吗 学生物 你要分类 你要分科吗 对不对 中国哪有什么分科分类啊 中国拿一个最重要的动物就就到西方去说 你给我分分看 什么东西 龙 你分 那龙 西方人左摆右摆 不知道摆到什么样去 最后正好说 像鳄鱼 那胡吃 怎么叫鳄鱼呢 对不对 所以中国从它的象征物 一直到两根棍子 都没有分过 有人说 看来跟你一讲 我觉得中国还蛮不错的 但是你老不分 你的这种大概的模糊的东西就多 知道吧 西方越喜欢分 它的精确的精密的东西就多 所以西方人你买一个电饭堡 你里面看到每一个地方它都是精密的 电饭堡里面有刻度 还给你买一个凉杯 对吧 然后上面要按多长时间 多少秒 多少分 全部都是刻度 中国不要这个东西的 又烦了烦死了 对吧 你一搞晃两下 差不多了 水桃花差不多了 中国人永远是差不多 中国人的菜是在差不多时候烧 烧得很好吃的 你还跟厨师讲 我这个要多少斤 那个要多少两 哪这样搞 然后酱油盐 所以你要学烧中国菜 盐少许 臭少许 你要西方人少许是多少 不知道 你想咸就多一点 你想蛋就少一点 少就是少 你要学做面包的那一天 蛋糕的那一天 你就知道西方人是非常严格的告诉你 多少面 带多少水 带多少糖 带多少盐 然后进去一定要一点不差的多少分多少秒 过一点就不是这个味儿 所以麦当劳能够打败中国 是怕他把他所有的西方的科学思维放到视频里面去 让所有开麦当劳的店的人能够让味道做得一模一样 中国的店只要你大厨都请不到 你这个店就要关门了 因为每一个人的技术都是模糊的 你是学不会的 所以中国的东西全世界都认为好吃 但是你开不了分店 西方人的东西不好吃 但它可以开到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 西方人的特点是能把所有的东西精确化以后 把它分解到每一步骤里面去 中国人是一气呵成 你如果这种境界达不到 你这个菜就烧不出来 所以西方人他的菜不好吃 但是它导致了西方人对精密的追求 中国人太好吃 导致了中国人对艺术的追求 所以西方人谈艺术 也谈到科学里面去了 中国人谈科学 最后又谈到艺术里面去了 中国人的生活 它为什么很有意思 它是在艺术中生活的 小桥流水 你家的小庭院 它是在艺术中来感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 西方人就是要强调 每一点明明是艺术 但是它是一种科学的体现 对吧 所以学画要学光线 就学画画你要学光线 要学透视 中国画既没有光线也没有透视 它就是画意境 意境是什么 是一种纯粹的艺术 它每一点都不一样 每一点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分析这个团体格局 就可以看到西方人试图都在区分 在区分中去找到一种边界 在区分中去找到一种边界 所以西方的科学 包括你们前面学的很多学科 他都喜欢谈定义 知道吧 西方的很多学科喜欢谈定义 中国的所有的传统概念都没有定义 模糊吗 他要什么定义 他不懂什么叫定义 孔子肯定不懂 老子也不懂 庄子也不懂 墨子也不懂 谁都不懂 他不懂什么叫定义 概念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 西方人一个概念 就要定义 定义完要可操作 这就跟麦当劳的做法一样的 中国人的这个不能定义 就跟烧好一顿饭一样的 它不一样 对吧 所以中国人你比如说 谁都讲不清 我离课上面再好 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说 人的定义是什么 对吧 我说了一大通 你只能说 我似乎懂了 但是你想找个人的定义 肯定是没有的 你说那我能不能找个义的定义呢 没有啊 我能不能找个理的定义呢 没有啊 我能不能找个天的定义呢 没有啊 我能不能找个人情的定义啊 没有啊 都没有 中国的这么多大量的词 你都在用 但是你从来没有精确的用过 但是西方每一个词出来的时候 你都清楚的知道 一考试就要先被定义 所以辩论的时候说 你你的 你刚才的观点 已经超出了我们 我方的定义 所以我不讨论那个问题 所以逻辑是建立在定义的基础上的 什么叫内涵和外延 这就是定义吗 所以中国人提口号都是很混乱的 五讲四美三热爱 没有定义 心灵美 到底跟讲卫生的关系是什么 不知道 啊 环境美跟心灵美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讲就是了 你憋摸 对吧 想多少是多少 没看到 我们现在给你 我可以听到